总有臭宝想看新的案件 这期2024年3月16日今日说法刚更新的算不算 男子深夜钓鱼却离气失联 是发生意外还是被人谋害 警方抽丝剥茧 竟意外发现报案人的公司老板才是受害者 可怪异的是 凶手却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人 那么臭宝你准备好了吗 跟随三哥进入案发现场 时间2023年8月31日 地点湖北省襄阳市 这天上午11婚时 一名30多岁的少年交集地走进了辖区派出所 据报案人王少年诉说 他们公司有一个同事 今天突然失联了 据了解 失踪人名叫包承杰 十年27岁 湖南人 五个月前进入公司 担任出那一职 平时都是住在公司宿舍 是公司数一数二的老母 可就在今天早上 他却没来上班了 于是王先生就打电话联系对方 可电话却始终打不通 起初还以为对方睡过头了 于是王先生就去公司的宿舍寻找 但却没见到其身影 于是他又去公司周边的早餐店寻找 但也都没看见 据报警人王先生反映 包承杰的性格比较内向 也不爱社交 下班后基本上待在公司宿舍 同时最近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 怎么会就突然失联了呢 而就在大家感到疑惑时 突然和包承杰同住的一名员工 向大家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是昨天晚上包承杰回来后 却忽然说自己要去业调 死后就没再回来 听到这个公司领导赶紧组织员工 到周围经常有人钓鱼的地方查看 但依旧没有发现包承杰的踪迹 考虑到包承杰可能发生意外 于是就派人赶紧报了案 了解完案情后 民警乌尔乌尔乌尔的就前往了 包承杰公司 并钓去了附近的天眼 经查包承杰的确是在昨晚拿着调具 出现在了公司附近的一个路口 此后便在路口一直等待 两分半后 一辆白色的网约车停在了路口的对面 但由于监控处于视角盲区 侦察员们也一时间不知道包某是不是上了该车 网约车司机呢 有一个这个往马路对面看了一个动作 应该是在确认乘客的信息 然后呢当即他就这个从这个马路对面掉头 到了这个包某等待的这个地方 可惜呢这个监控画面有限 我们没有看见乘客上车 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包某 但是从这个监控画面这个下角呢 隐约的看见这个网约车司机啊 下车打开了这个车辆的后备箱 似乎在往这个后备箱里面放的东西 我们分析他往后备箱里面放的 有可能就是包某携带的鱼具 而为了确定包成捷当晚的行踪 警方根据其车牌 找到了当晚出现在监控中的网约车司机 通过询问 他确实是在昨晚七昏市 送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性乘客到江边钓鱼 通过警方提供的照片 司机确认当晚乘车的就是包成捷 随后在司机的带领下 前往了当晚包成捷钓鱼的月亮湾公园附近的江边 随后侦察员开始对附近的钓鱼人进行走访询问 很快一个会飞天无极钓的钓友就反馈 他在今天早上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 就是有一处钓位只有板凳鱼具包这东西 但就没有看见人 也没有看到鱼端 起初他以为是有人在那站位 然后也没太在意 但直到几个小时后也没看见有人来 于是在钓友的带领下 侦察员很快找到他所说的地方 而经过室友的辨认 确定现场的东西就是包成捷当晚拿走钓鱼包 随即民警便在此处进行勘察 但突然侦察员在鱼具包放置的岸边底面 发现了一处疑似踩踏行程的塌陷 这让众人生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塌陷的那个位置离他当时那个钓位 他设置的那个钓位不远 我们感觉那这个人那十有八九 是十足落水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河边也时有发生 钓友因为为了要捡鱼竿呢 或者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失足落水 结合现场种种怪异的情况来看 加上如今包成捷已经快失联24小时了 民警们推测 此人多半是昨晚叼百斤大鱼的时候 被对方拉扯下去了 随即侦察员赶忙将此情况反馈给了报案人 同时也让他们赶紧通知包成捷的家属 一方面联系救援队进行一个打捞工作 势必要达到一个死要见人 活要见尸的一个情况 确定好打捞范围后 救援队便开始利用专业设备打捞 但尽管搜查了两个半昆史 却依旧没任何发现 就在这时张三探员反馈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包成捷的遗体会不会可能顺着水流飘远了 想到这儿 救援队的人员只好将搜寻的地方再次扩大 并对整个水域进行脱网式搜索 但由于越搜寻 下游的范围就越大 但尽管如此 打捞人员还是加大了力度 但打捞上的却都是一些杂草 充气娃娃等一些垃圾 直到搜寻工作来到第二天早上 还是没能打捞出包某的遗体 这也让包成捷家属和同事们的心越加心急如焚 而另外一边的侦察员也再次来到包成捷的公司寻找线索 突然 他们发现该公司内部8月30日当天下班的时间段是缺失的 加上这段监控消失又是在包成捷失联的这个时间段 考虑到包成捷又是公司的处呢 民警分析认为 这会不会是有人刻意为之 于是有着两年半探案经验的侦察员 当即提醒公司的人尽快查验一下账目 但由于当时正值周末 银行不办理对公业务 于是只能等到下周一 不过在包成捷的同事李某看来 侦察员的这种怀疑应该太可能 一是包某没有女朋友 加上他的工资也是足够他的话销 按理说没有写款而逃的动机 但由于公司的网银账户和密码都在包成捷手上 为此侦察员们还是好心提醒了一下 看看公司保险柜里面有无什么缺失 但一看里面的现金和一些贵重物品都在 因此卷钱的这个怀疑就初步排除了 那包成捷还是十有八九落水了 不过奇怪的是 蓝天救援队在将近两天的打捞下 却依旧连他的一根毛也没打捞起来 这个情况却有些反常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了一次别的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落水了 但突然侦察员再次发现一个情况 那就是在8月31号的时候 包成捷的身份证有入住宾馆的情况 为此警方前往了该宾馆进行核实 但不巧的是 当晚由于附近停电了 宾馆并没有监控记录 不过从前台服务员口中得知 使用这张身份证办理入住的 是一个年龄在二十多岁的大爷 且当天他还身穿自行车骑行服 但由于此人入住那天 还戴了骑行服搭配的面巾和帽子 侦察员将包成捷的照片给其进行辨认识 对方也是无法确认此人的身份 我们当时觉得 这几种可能性 可能是人出事之后 有人捡到了他的身份证 拿了他的身份证到外面在使用 一种是他可能在河边遭遇到不法侵害 被嫌疑人拿走他的身份证在外面使用 还有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本人 他本人拿着这个身份证在外面在使用 不过询问中 前台人员还说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此人入住当天用的是现金 不过入住了两个半小时就离开了 但是由于他离开太匆忙 他的充电器却落在了宾馆 随即警方将该充电器拿去了DNA数据库 进行一个NBA提取 同时根据前台人员提供该男子的离开时的方向 是往宝康方向 侦察员再次调去了沿路的监控 很快就在一个路口的监控发现了一个身影 于是侦察员先让前台服务员进行了一个辨认 确定此人就是31号当天入住的男子 随后侦察员又拿给包承杰的家属和同事辨认 但由于此人包裹的严严实实 加之包承杰此人平时没有骑车的爱好 他们也一时间无法确认此人是不是包承杰 直到调查时间来到9月4号星期一 公司查账后就向警方反馈 公司账目上的的确确是消失了110万元 与此同时充电器上的DNA检验也出来了 证实了入住宾馆汽车离去的就是包承杰本人 种种线索都说明包承杰并没有落水身亡 而是来了一招金蝉脱鞘 显然这就是一个有预谋携款潜逃案 结合此人潜逃的方向是西北山区 而如果他进入茫茫山林 警方抓捕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且进一步了解的包承杰并没有野外生存的经验 如果贸然进山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加之他潜逃又是一直用的现金 警方推测 此人后续潜逃期间 大概率避免使用身份证入住正规宾馆 直到调查时间来到9月11号下午 襄阳市南张县萧雁镇的一个旅店老板 向当地派出所提供了一个情况 但见此人有些狼狈 于是心软的老板便提供了一间房间给他 但又考虑到此人会不会是落难人员 于是就报了案 很快 辖区的民警便一个闪现来到了宾关 并询问此人是什么情况 据男子书说 说当时是在骑行的路上不小心将手机和身份证弄丢了 不过在民警询问他身份证号码时 他却表示记不清楚 这怪异的举动瞬间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随后多了一个心眼的民警便在房间环视了一眼 这一看就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黑色钱箱 于是民警便打开一看 钱包里面居然有此人的身份证 而经过核实 此人正是8月31日 拿了公司110万元公款潜逃11天的包成结 于是他跑他追他插翅南飞被捕后包成结承认自己是拿了公司110万元还赌债去了 据其讲述这一起还要从他上大学说起 在大三那年他惊人介绍接触到网络赌球输了三万元 但好在家人的帮忙下还了这笔赌债并保证不会再赌 此后大学毕业的他便来到了襄阳工作 没曾想在2023年7月的时候之前介绍他赌球的人又来邀请他下注 说这次赌球人家就是送钱 只要你冲一W对方就会返回二W 利益驱使下包成结很快身陷其中 很快他就通过赌球赚了一桶金 恰好这是他又是公司的处呢 于是他便想着用公司的钱来赚一票大的 但随着他后面投入越大却发现钱全部亏了 慢慢的几个月下来就挪用了公司110万的公款 怕事情败落的他 于是就在离开前做好潜逃 先是提前买好了一辆骑行用的套装和单车 随后在30号当天下班断掉了公司的监控 拿走了保险柜里面的三万元现金 由于这几个月来公司的财务都是他在掌握 所以同事们都不知道保险柜里面的财务具体是多少 而到了晚上他就利用钓鱼这一事情 误导警方的侦破方向从而给自己潜逃的机会 然而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他最终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不过三哥再次奉劝大家 十个赌徒九个书倾家荡产不如注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关机睡觉